举债上限提高还是不提高 这是现在美国国库最大的问题 而总统拜登与众院议长迈卡锡 越僵持不下 财政部长叶伦警告 美国恐怕最快6月1号 就会面临大萧条来 首次重大违约 现在传出美国总统拜登将放软姿态 力邀参众两院四位潮业领袖商讨对策 希望国会能先提高举债上限 再讨论削减支出 否则一旦让利率再飙高 接下来垮的恐怕是美国中小银行 尤其现在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在传倒闭 通膨危机还没消失情况下 美国联准会预计这周三 可能再宣布神习一马 老百姓只能继续精打细算 用最少的钱喂最多的人 好消息是美国PCE物价指数 从二月到三月下降0.2% 有民众也表示一些物价有变便宜 外界预期连准会有可能暂停升息 让想买车或买房的人 可以再等一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